这次国际焦点先来关注的是俄罗斯本土遭入侵之后 俄军对乌克兰展开一波又一波的报复空袭 那么这次把空袭的目标锁定在西部大城利维夫 另外乌东的军事设施以及乌军的据点 这次也都被加大力道的轰炸 专家就分析认为俄军现在的策略是双管齐下 一方面恐吓乌克兰民众 一方面要重挫乌军的战力 放眼望去乌克兰西部大城利维夫的建筑物和车辆 几乎焦黑一片 当地周三俄罗斯无人机与飞弹再度轰炸这个城市 消防员整晚马不停蹄灭火 天亮后还要加紧救出受困者 逃过一截的民众在空地上清点财物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心碎哭号 一位男子哭倒在一位乌军士兵监头 因为他的妻子和三名子女全都罹难 连同心爱的家一起被摧毁 同时二军也不会放过乌东地区 克拉玛托斯克也遭炮击 两栋私人住宅大楼被毁 迫事迅速延烧 为了尽可能当下俄军的攻击 除了防空系统乌克兰还需要防空机动部队 利用攜带式防空飞弹 一看到俄军无人机来袭 就马上发射打下来 同时乌军还要加大量产 比俄军更精良的无人机甚至是无人车 减少已经人力吃紧 这家由前乌克兰特种部队军官开设的军工厂 开发出多款适用于全地形和全天后的无人设备 而在后方受训的乌军则将重心放在训练无人机操作员 CNN记者前往基辅一个无人机训练基地 这所训练学校已经有超过1500人受训 他们操作的自杀无人机 已经进化到不只能炸毁坦克或装甲车 还可以朝俄罗斯阵地喷射燃烧弹 另外德国总理肖茨与国防部长周三前往 视察德国陆军防空部队 因为之前传闻德国预算紧缩 要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 总理特别现身辟谣 但远在海声威的俄国总统普钦 警告西方不要玩火自焚 你们说过国陆军防空部队 对 这非常危险的战略 我们只能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够回答 什么会在全国的部队 接着普钦话锋一转 提议要解决这场乌俄冲突 不该只靠西方一面之词 也要听听中国 巴西和印度等国家看法 战线俄罗斯从没拒绝过谈判 只是乌克兰不愿接受的立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国防部的五年兵力重建计划 已经随着年度预算书交付立法院 报告当中罗列了24项的国防自主 跟对美军构的重点 其中包括了各型精准的飞弹 无人机系统跟训练相关的议题建设 正方强调这份规划是秉持着 创新不对称的防卫作战思维 跟纳入了AI等现代化的建军指标 弹簧刀无人机均受台版定案 我国114年度国防预算书 对攻击无人机飞弹系统的采购 也不再迷惠 寄望延伸步兵单位的反登陆打击范围 未来三年间赤字115.3亿 分别采购685架人员杀伤型 和291架反装甲型 陆军将之视为现代化部队的标准配备 让战力跟得上趋势 陆军其实还是按照 以俄乌战争来看 种种无人机的侦查跟攻击方式 他来做一个所谓的魔法 但是随着无人机的能力不断的提升 所以衍生出一些所谓战术战法的不同 那我想陆军应该还是要针对自己 在现有的敌方的武器系统上去做一个破解 也因为海空军在F-16V 以及潜舰相关预算上 把大部分的预算都大概都挪用完了 那这个过程中在陆军来讲相对劣势 所以他在采购 他势必要更用心规划 立院即将开议 国防部的兵力整建计划 随着施政报告一统提交 打出了创新和不对称作战思维 调列未来五年冰枕要点 国防自主泱泱沙沙十三项 除了已经服役的陆射舰2 天空三行防空系统 剑翔无人机 雄身飞弹 也纳入持续筹获的雄风飞弹机动车组 和新一代潜舰与轻型巡防舰 等建造中的大型军备 军用商规无人机 和自研自制的反制系统计划不转弯 而为了结装新式武器 扩增训练场 和后备部队装备提升 以及军政医学培训设施 都被列为重点 对美军构方面 预化近年交付了托式2B飞弹 海马斯多管火箭 火山布雷系统 M1A2T战车 F16Block 70战机 MQ9系列无人机 战区通信系统 以及陆海空三军 所需的各式精准武器 都是当前联合战力布局 重要拼图 因为规划的原则 是能实现不对称建军 更要达成分散式指管 无人化和运用人工智慧的新目标 因为战力有需求 所以列案采购 冰枕其实就是军用版的施政方针 十年后可能会打什么仗 那我要开始思考 我五年后 我可能要准备什么东西 我要买什么武器 我的部队要怎么编制 这样这变成一个计划 然后这个计划 这五年内再把它更加的具体化 我国现行的国防建设计划 预算制度远中近三阶段 就是俗成的十年建军 五年兵整 年度军事投资 如果有紧急需求 再以战备急需的名目 争取款项 调整采购顺序 不过要让部队具备完整战力 兵力结构 也必须跟上兵整脚步 就是国军志愿役干部 特别是基层的志愿役人力 迅速流失的这个状况 当你这个部队 严重缺乏这个基层骨干人力的时候 坦白来讲 他就无法有效的操作 这个监禁的武器系统 也就无法达成 部队在组织上 所赋予他要达成的一个任务 志愿役主战 义武艺守备 搭配后备动员和民防系统 共构的国防体系 会不会因为兵源不足 而出现失衡 问题浮上台面的现在 报告自理行间还藏着魔鬼 因为五年兵力等下 计划是一个未来式 可是你把现在式跟过去式 加到里面 那就代表说 其实我们未来 我们要做这个 未来五年这个计划 我们的额度已经不太够了 兵整蓝图是高瞻远瞩 还是预算审查前的过场流程 只能交由时间 给答案 TVB的新闻 黄光伟正身为耶和甫 看不到 最需要带你来看 这是全球限量 只有五架的空八运输机 大白金 首次出现在大陆青岛的机场 这次的任务 是要将两架H715直升机 交付给中国运输部 而空八积极的经营中国市场 不但继续增设产线 第二条的组装线 也预计要在2026年 将正式营运 罕见交客 航空业重量级网红 全球限量五架的空八大白金 9月1号出现在大陆山东 青岛机场 一亮相就是多角度不同侧拍 从低飞降落到滑行 都不能放过 毕竟这可是空八大白金 首次执行飞往中国大陆的运输任务 就是要将两架H175直升机 交付给大陆运输部 但更令人注意的是 这次大白金首次东游记 空中八市是冒足全力宣传 不但制作战战停的航线图 还有精心拍摄的影片 把原胖白金 在停机坪上的每一刻 都记录下来 让许多大陆网友留言 实在太可爱了 这说明了空八大白金 首飞至今超过30年 魅力依旧在 从宣传手法上更看出 空八对大陆市场的重视 事实上为了深耕中国市场 空八早就将产线落地 空八在中国大陆天津 第一条总组装线 2008年启用 如今成为有力的胜利军 第二条组装线 预计在2026年就要开始营运 同时还在大陆成都 设立存放级拆解零件中心 投资轻能源开发 我们是在用我们的切实行动 来对中国的投资环境 来投信心票和赞成票的 杂钱杂技术投入大陆市场 成果展示在订单上 近日中国南方航空中国国航 中国东航发布公告 将采购292架A320NEO空客飞机 金额达人民币2491亿元 直接拿到中国三大航空公司的大单 进一步推升了空八客机 在中国机队的市占率 大陆国内繁忙的空中交通 早就被空八和波音 视为业绩大补贴 由于大陆国旅需求畅旺 破音预估未来20年间 中国将需要8830架的新民用飞机 中国的民航机队 规模到2043年将扩大一倍以上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客流市场 空八的预估展望也是一样 根据空客的预测 在未来20年里 中国的民用航空市场年均增长率 将达到5.3% 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6% 面对中国市场如此强劲的需求 空中客车当然要有所行动 于是空八在大陆 是用多角投资打通关 先抢下中国大单 也趁着破音今年上半年丑闻缠身 加速在全球抢单 河南皇家航空公司计划 用空客飞机的A350等 逐步取代其现有的波音777飞机等 沙特航空集团当地时间20号表示 将购买105架空客飞机 这将是沙特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笔民航飞机订单 只是波音的飞安危机 最后也烧到空吧 因为波音的工艺商 在飞机组装的瑕疵 导致有飞机吊舱门等等事件 让波音最后决定要买回 士碧瑞航空供应系统 而士碧瑞其实也是空吧的 组装线一环 波音把士碧瑞买回 让空吧下修全年交机量 从原本的800架下修到770架 同时也下调获利展望 这也暴露出全球航空业的供应链 有多脆弱 波音和空吧都为此所苦 而波音面对空吧威胁 船出也打算加快对大陆市场 交付波音737max 借此扳回一城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动涨 29年的台铁票价要调整了吗 船出台铁初步试算 可行性最高的合理报酬率是3% 也就是平均涨幅大概40.4% 而以台北到高雄来说 自强后的票价843元 这调涨之后可能会超过1000元 但是这样跟高铁的1490价格拉近 时间却要花两倍 是不是会影响民众搭乘意愿 台铁还要再开懂社会评估 南来北网若要搭乘大众运输 车种班次多的台铁 是不少民众的选择 甚至是每日通勤的交通工具 因此台铁涨价与否 与民众荷包很有关联 已经都涨29年的台铁票价 有没有可能会调整呢 根据了解台铁初步是以合理报酬率 3%到5%算出了三个版本 以可行性最高的3%来看的话 平均涨幅达到40.4% 而区间车最高可以涨4成 但有没有可能一次全涨足 台铁预估在9月将会召开董事会 讨论新票价 台铁本来它就年年亏损嘛 那亏损其实也是我们全民去买单 也是政府去补贴这样的费用 那你今天用一个合理的票价 就是我们使用者去付出 我们该付出的成本 让台铁它的收入增加 所以台铁收入增加 对员工来说 它是有一个激励的 因为他知道 他的人再来越多 他会获得更多的这个收入的话 那就可以激励员工 他们更努力的去把服务做好 所以我觉得合理的票价会让整个服务品质会上升 能让它的整个服务跟它的整个安全都能提高的话 那其实也是合理 因为这个台铁的票价已经29年没有调整了 那在整个这种物价已经涨这么多的状况之下 其实这个应该是算合理的一个状况 纵观经济大环境 学者也认为台铁确实需要更合理的票价 涨还是不涨 也成了公司化后的一大口验 那你今天要是给了一个不合理的票价 他每做一件事情就要亏钱 那我们这样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好所以既然大家现在已经让台铁公司化了 那你应该要给台铁公司一个合理的营运环境 那他在一个合理的营运环境里面 大家去努力提供更好的服务品质给大众 细看如果是采纳3%的版本 基本费率每人每公里会从1.46元涨到2.05元 以区间车举例 基隆到台北票价会从40亿元涨到58元 一趟贵了17元 但若拉长来看长城 以3%至5%合理报酬率试算 现在为843元的台北到高雄自抢号票价 可调涨到1144到1219元 反观高铁的北高现行票价为1490元 如果台铁的新票价真的涨到破千 和高铁就只有200到300多元的差距 但时间比一比高铁最快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即便是站站停也只要两个多小时 台铁则是四小时起跳 以时间成本来说明显有落差 我们会认为说票价调整的同时 其实我们应该就整个列车的班次做改点 然后来去减少说 这个我们这个包含自抢号或新自抢号 接下来要停号的站点 真正的去做到这个我们列车优先等级的区分 那把整个列车的行进速度再提升之后 我觉得是可以让车众说服他们说 今天票价跳高 确实我在这个运输的成本跟耗费的时间上面 这个票价是合理的 台铁对此表示正在进行各项成本计算 及合理化方案讨论 董事会讨论通过后会在提报交通部交通费率委员会审议 最终再承报行政院核定 双铁票价和全民息息相关 如果真的在营运考量之下决定要调涨 真能借此提升行程安全或优化服务 才是乘客更关心的 特别新闻李延志周轩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